第4727集 不要想着与我抢东西 我想要的你们谁都拿不走 叶晨说这话时没有看向任何一人 但却是对所有人说的 部分心高气傲的雷修面色韵怒 当即就与书生 他想起了叶晨的惊天手段 又硬生生地将话憋了回去 在场将近百人 竟无一人敢反驳 如此势头令人瞠目结舌 叶晨也吸收了那道雷翼的精华 慢慢感悟 他已经获取了核心弟子的名额 一战成神 此处空间失去了鬼脸雷翼的掌控之后 逐步削弱 接下来就看谁能率先打破封锁 或空而去 便能夺得接下来的十二个名额之一 樱红颜深吸了一口气 美眸看向叶晨神采奕奕 水波流连 而叶晨也是第一次有了回应 宠他微微点头 樱红颜像是得到了某种鼓励一般 变得欣喜不已 当即使出全力 凌空飞顿 接下来的战斗 就不管叶晨什么事了 他走向另一边的虚空 而那里已经自动打开了一条专属于他的通道 与鄙视场地的氛围形成强烈反差的 是位于太雷神宗后山的长老会议厅 此处会议厅是太上长老团 以及宗派师叔组 商议要事时的聚集力 古朴典雅 禅艺昂然 更是点燃了淡淡的檀香 此香由上古神木所磨制而成 气味香淡 吸上一口 顿觉神清气爽 心旷神怡 虽有檀香弥漫 会议室里的气氛却是稍显凝重 玄冥二老居于首座 他们二人掌握着天雷神风的生杀大权 分裂二人左右的 则是天雷神宗的大长老 以及一位远古时代存活下来的师叔祖 这四人乃是太雷神宗的巅峰力量 本来皆是辅佐宗主 将宗派发扬壮大 但是不久之前 宗主去往雷霆荒地 淬炼肉身 以求突破最后的关卡 进入传说中的神圣境界 那个境界可以说 离雷帝都只有一步之遥 可称之为准雷帝 如今的雷修世界 已经没有了雷帝 在那两名雷帝之后的岁月里 也仅仅出过一名准雷帝 而且最后隐匿身形消失不见 如若前一任宗主真能够突破 那从自古进入准雷帝的境界 同时也会将太雷神宗 拉入全新的高度 彻底确立大雷神宗的 朱田万劫中第一雷修宗派的地位 只可惜 人算不如天算 上一任宗主 最终杜劫失败 落得个身死昏灭的下场 葬身与雷霆荒地 按照杜劫之前的估计 宗主已经做好了万全准备 谁也不知道 途中出现了何等变故 只知道宗主一去不复返 时日未回 并且有雷修亲眼见到 那般蔑视浩劫般的雷云 在那等雷云的轰击之下 无人能够生还 宗主陨落之后 整个宗门的氛围都变得有些诡异 师叔祖闭关修炼 无法出来 而大长老则是有事外出 刚巧在前两日赶回来 玄冥二老自作主张 策划了庆功大会 登基大典 以及现在的选拔会 大长老回来之时 才发现了二者的动作 两位长老 在我离去之前 你们似乎并未向我提及过 新任宗主就任 以其招手大会的事吧 大长老先锋道鼓 一派温和的样貌 但此时却是面露不悦 目光犀利 直听着玄冥二老 他此前去往雷亭荒地 调查宗主意外陨落之事 这一去便是半月时间 耗时颇久 谁曾料想到 玄冥二老竟然自作主张 强行将宗主的独子 推上高位 叶世威的天赋虽说不错 但实力尚未成熟 根本无法担起宗主之责 玄冥二老借着这半个月的机会 雷霆出手 迅速整合了宗派当中的各项资源 控制了几个主要堂口 一举成为实际的掌权者 依我看 本长老与师叔组 同时无法理会宗门的要事 也是你们从中捣鬼吧 玄老笑而不语 名女面无表情 你们二人实在是太卑鄙了 大长老指着他们的鼻子 怒骂 但说话之间还留有余地 而那硕果仅存的师叔组 则是毫不客气拍桌而起 怒视着玄冥二老 就要动用雷霆之力 先前他体内的旧伤复发 需要闭关休养半月 但就是在这半月的时间内 宗门发生了剧烈变化 等到他出关之时 自己已经处于架空的状态 被踢出了宗门的核心权力架构 怎能不生气 面对二者的愤怒 玄冥二老丝毫不慌 甚至露出了一抹诡异的微笑 不要慌张 为谁做事不是做事呢 更何况 我有办法医好你们的心病 以此作为交换 你们舒舒服服地修炼 而我掌控宗门 互利互惠 何乐而不为呢 玄老的一番话 顿时让大长老与师叔组的目光 变得闪烁起来 你最好是能解释清楚 否则别怪我手下无情 师叔组的语气依旧强硬 但聪明人都能听出来 他已经在让步了 师叔组 我若是有把握彻底治愈 你体内的暗集呢 玄老眼睛微眯 看着对方说道 师叔组顿时吃惊不已 此话当真 他体内的伤势 是五千年前留下来的 当时的他正处在巅峰状态 一身雷弓强盛无敌 打遍玉外无敌手 但后来大义失荆州 在与一名火修天军对战的过程中 对方施加阴招 损毁了他的雷道根基 几千年来 他的实力退得厉害 若不是因为太雷神宗实力强大 能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灵药 恐怕他已经跌出了雷胜境界 玄老意味深长地看着他道 那缕天火毒素 存于你的体内 不仅影响你的实力 还会拉低你的寿命 确定不考虑一下 雷霆倒果吗 雷霆倒果 师叔组深吸一口气 目光有些不确定 见他仍有怀疑 玄老则是用眼神示意名女 后者手掌一挥 在其灵气拂过的地方 有一颗纯白色的果子 缓缓漂浮 这果子便是九天十地 所孕育而出的力量结晶 雷霆倒果 师叔组赶紧问道 这枚果子 只能由星空尽头的雷霆法则 所催生出来 你是如何得到的 玄老回答 怎么得到的 你就不用管了 只要你能站在我这方阵营 这果子便归你所有 师叔组的目光变得挣扎起来 一方面他不愿意背叛宗门 成为他人手中的傀儡 但另一方面 他又想得到这枚果子 恢复自己体内的伤势 两拳难以成其美 他闭上眼睛 陷入了沉思 大长老则是沉声劝道 师叔组 千万不可落入他们二人的圈套 定是用些虚假的承诺来蒙骗我们 让我们放松戒备 从而逐个击破 玄老淡淡地看着他 等其说完之后 这才不拦不惊地开口道 大长老此言差矣 什么叫我给你设圈套 我这是让你们及时止损 大长老的神色无比冰冷 他今日算是见识到了 玄老的无耻 不禁怒道 你此番举动是想毁掉宗门吗 我可不同意 此言一出 气氛顿时变得剑拔弩张 大长老这一派的人 目光都变得犀利起来 眼见却要动手 但玄老却依旧不慌不忙 而是若无其事地淡淡开口 大长老话说回来 你孙儿最近的情况可不太好 短短一句话 就让大长老的神色瞬间变换 真行雨可是他的心头肉 自从他的独子 在一场战斗当中 被妖兽杀死之后 便只剩下了这一根毒苗 因此平日里 真行雨横行霸道 养尊处优 其中也有着大长老的许可 大部分的叛逆都是由宠逆造成的 你想做什么 我可警告你 不要触碰我的底线 否则太雷神宗 无人能承受住我的反扑 真行雨可是他的逆临 谁人敢处 那必定会遭受到他的疯狂报复 大长老此言不假 他身为太雷神宗数一数二的高手 虽说不上冠绝群雄 但绝对有实力拉着任何一人 自尽身亡 玄老哪里能不明白其中厉害 顿时摇了摇头 大长老 归根结底 咱们的心还是在一条线上的 都是为了宗门好 你膝下如今只有真行雨这一个孙子 自然无比宠溺 但你找到办法解决他体内的问题了吗 如若解决不了 二十年之内他依旧必死 轻飘飘的一句反问 却让大长老心头上如同扎了根针 十分难受 真行雨的修行还有缺陷 需要制音力量的弥补 但又从哪里能轻易找得出 这般制音的雷霆力量 这般天生制音雷体 千古难寻 玄老没有多说 而是手指一点 凝聚出了一团记忆画面 送到大长老的跟前 而大长老有些疑惑 当他接受记忆 见到里面的景象之后 顿时浑身一震 这段画面只有短短几秒 却让大长老的呼吸顿时急促 这画面中的那名女弟子 所修炼的正是制音雷厉 刚刚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的 乃是先前阴红颜的战斗画面 从那磅礴又阴暗的雷霆气息来看 确实是制音雷厉无疑 玄老并未作答 目光变得深邃起来 你也应该感受到了 此女是狱外英家的子孙 天赋强大 而且具有制音的雷霆血脉 而唯一能救好你孙子的 便是这制音雷霆 这名女弟子 因为英红颜 现在已经闯入了 试炼者的前五名次 我可另让名女收其为徒 传授兵之雷厉 等掌握其雷法的运行规律之后 便可将其冻结 送予你孙子货币开花 恢复伤势 你觉得如何